香港西面开阔的水域上屹立着三座小岛 附近一带海域有着丰富的渔越资源 是中华白海豚最喜爱的食堂 这里有西海明珠之称 沙洲及龙谷洲海岸公园由沙洲、龙谷洲及白洲等海域组成 于1996年化为海岸公园 是现实香港面积最大的海岸公园 面积达1200公顷 沙洲原本由两个独立的岛屿组成 小岛以沙制为主 因为水流和季后风的影响 把岸边的沙石堆成沙嘴 沙石不断堆积而延长 最后连接在一起 形成连岛沙洲 每逢退潮时 这些连岛沙洲便清晰可见 岛上还有各种各样的植物 包括后藤 仙人掌 及鹿兜树 沙洲及龙谷洲海岸公园的海洋环境受珠江流入大海的淡水 静流影响 所含的有机物质和沉积物较多 为一些适应低延度环境的鱼类提供了理想的安乐窝 由于海洋环境独特 鱼类资源丰富 常见鱼类包括青林 黄菇 湿头鱼等 所以吸引了一群人见人爱的常客 中华白海豚 中华白海豚经常出没于香港水域 受珠江淡水影响的区域 通常都可以见到它们的踪影 其中沙洲及龙谷洲一带 全年经常有白海豚出现 根据记录 居住在珠江口一带的中华白海豚 大约有2500条 海豚的寿命平均达到40岁 它们以捕食鱼类为主 可以发出高频率声音 做找寻猎物之用 出生的白海豚一般为深灰色 成年颜色会变为粉红色 为保护沙洲及龙谷洲这带水域 政府已经在1996年把该区化为海岸公园 订定白海豚护理计划 希望香港能继续成为白海豚的栖息地 除了中华白海豚 海岸公园西部界线附近 也是鹿瓷来港过东时的栖息地点 所以沙洲、龙谷洲及白洲 于1979年指定为具特殊科学价值地点 为了保护海岸公园一带特殊的生态 渔农自然护理署制定了长远的护理计划 借着管理、执法、教育与宣传、研究及跨界合作 让这一带特殊的生态得以保护及持续并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